大家好 因为成功的会议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跟不要立刻回复email里面的内容 它其实是有相辅相成的地方 所以呢成功的会议术这一本书 我讲的速度跟讲的点就会比较少一些些 那这一个部分就请各位到时候在听的时候记得 先听完不要立刻回复email这本书 你再来听我讲成功会议术这本书 这样子你在吸收上应该效果是会更好的 大家好我是胡雅如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这本书成功会议术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 当然就是要让我们开会能够有效率嘛 而且要有效果 那这个效果在什么呢 也就是可以开完会以后有决策 有决定 有最终的应该要怎么做的答案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了 做了以后一定可以做出效果哦 这样子就叫做好的会议 所以有几种会议呢 它不是本书里面要讲的 或者是也不是本书里面 应该说或者是在本书里面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要避免的 一种是让我们看感觉上好像很重要要开的会 但实际上这一点都不重要 那专用名字我们先不管它啦 这种会议指的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开会呢 大家的记录 它必须要用流水上的方式来记录 这一种啊 就比较不是真正的开会 而且也不是一个成功的开会 因为他觉得这种这样子的开会呢 他的答案通常很难做我们的后续参考 而且他的开会的决议呢 应该是就是属于比较没有决议的 会比较麻烦哦 因为这种开会有可能 他透过很多非语言的沟通 就像有些人开会没有啊 就是见面三分情吧 好像我们来开个会 见一下面 大家就比较愿意配合了 像这种会 他觉得他不是一个很重要 很紧急的一种会议 如果能免就尽量避免这样子 那这种会议他给他的名称叫便利会议 我是觉得这名字怪怪的啦 所以大家就忽略这个名称了 第二种叫制式的会议 其实比较像是我们routine的报告 单纯的分享意见 他觉得这种东西就不要叫大家来开会 应该是用一个简单的A4的书面报告 去提出来大家自己看一看就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纯粹要social聊天用的 目的是要跟对方拉近关系 这一块可能在外国他们会用会议 在台湾应该就是叫做应酬啦 这些都尽量避免哦 还有一种是拿来拖延用的会议 就是我们今天开完会哦 好好好没有结论对不对 那我们下次再讨论 那下次还是没有结论 那我们就再下下次来讨论 像这种只是为了要不去做某些事 就一直不断的一直开会开会 去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 他觉得这种会议都要避免掉 那作者定义的开会是什么呢 要扣掉这三种哦 对话型的工作团队的聚会 其实重点在聚会 比较像是社交啦 就是应酬 还有一种脑力激荡的会议 这种脑力激荡会议 我们先撇除掉以外以后 所有的会议呢都叫做 这本书里面要教我们的 如何来开一个成功的会 好啦那我们跳一下 脑力激荡的地方 你可以参考一下80到82页 那作者叫他反会议 也就是说 如果是要做脑力激荡用的讨论会议 这种呢就不是用我们这本书 要讲的方法来开会咯 好那简短的快速来讲一下 我们的开会的做法呢 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做出决策 而不是来讨论问题 我们是要来决定这个决策要不要做 要选哪一个决策来做 这个是我们好的会议 他该做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 更就是了解一些 你实际上遇到的一些细节上的困难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思考 你可以参考一下 在第五章常见的QA这个部分 那这种成功的会议 召开的时间呢 它不是固定的哦 不是说每周一定要来个一次之类的 或一个月一次 而是在于我要听取不同的意见 或者是我开始要做一些协调了 然后这个协调必须要能够支持 我们以前所做的一些决策 这种时候呢 我就需要来开会了 来开一个成功的会议 那我们的准则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 不管如何今天开完会以后 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支持这个决策 然后这个决策去做的过程中 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协调的地方 我们这时候才来开会 开完会以后 还是要去支持我们把这个决策做出来 这种才叫做好的会议 那开会要有时间的限制 然后而且要要求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决策出来 那开会要限制好人数 怎么样挑选适合开会的人 大家可以看一下第57页的地方 如果是那种还没有准备好心态 跟他的材料或他的头脑 的这些人 我们应该不要让他来开会 而且这时候也不要去举办开会这个动作 那我们的阐述是什么呢 要有可执行的计划 也就是说我们的决策 必须是一个可执行的计划 那记录的方式呢 要更正一下 在试检的准备工作呢 要做好备忘录 那这里的备忘录呢 指的是说 我们针对于每一个决策 我们要先提出一些比较细节的 让会议中的人都应该要知道的一些 资料事项 你都要在备忘录里面呈现 然后在开会之前哦 就给大家 让大家把备忘录读完 所以如果没有读完备忘录的人呢 作者的建议是就把他赶出这场会议 叫他立刻回家 回去 下次要做好你再来 这样子 那开会之中呢 要有一种脑力激荡的文化 而且我们要建立一种脑力激荡的文化 让他变成是我们的公司文化 那最后就是要讲记录的部分 一个好的成功会议呢 除了脑力激荡以外 好的成功会议 我们要记录的部分 所谓的会议记录只要记录几项 第一项叫做我们决定了什么 我们的决策是什么 再来呢 我们的具体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也就是说开会是为了要讨论出 我们具体的行动计划出来的 然后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69页的部分 好 这就是这一本成功的会议书 主要要告诉我们的内容 那大家可以仔细来看一下 它里面的一些比较细节的做法 那概念就是这样子了 尤其是第五章的地方 我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的阅读 你应该会有很多的 自己的一套想法出来 可以让你自己用在你的工作之中的 拜拜